小小的故事 美国甘乃迪总统 他有一次到了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 去做访问去参观的时候 他就看到一个清洁工拿着一个扫把 他就问这个清洁工说你在做什么 这个清洁工说我在送人类上月球 然后马克祖伯先生呢 为什么对这个故事很印象深刻 他要讲的其实是使命感这件事 就是他自己也分享他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 就是他在宿舍把Facebook 第一次要集结把哈佛的那个网路连接起来 要上线的那一刻 他就跟他朋友说 我觉得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做到这件事情 但是我想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把 全世界的网路都连接起来 可是他没有想到原来这个连接起来的人 会是他自己 他一直以为会是科技业龙头 或者是哪一个大公司会完成这件事 可是他没想到原来做到这件事的 会是他自己 所以这整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个关于使命感的故事 每一个人如果生命当中都对自己有一个使命感 就算你做的是一个别人看起来很小的事情 或很小的工作 可是你的使命感可以驱咎 让这件事情变得很大 然后或许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都会觉得 我想要再做的事情可能我会做不到 或是某一个企业或是某一个更有力量的人 或许可以办到 可是不要忘了 那个人可能会是你 完整自己的意思是 可能很多人在形容成功是得到很大的名 或者是得到很多的力 可是对我自己来说 如果我七八十岁回望我这一路走来 我每一部电影都是我自己非常认真 很诚实 很希望带给观众的 然后或者是我做的每一个活动 每一个杂志都是我很专心 或者是很爱这个事情而去完成的 我觉得这一路上走到七八十岁回望一切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完整我自己 或者是我会去定义所谓的成功